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新党的舆情中心主任季杰 12月18日将举行我们四项公投的投票 四项公投都有关于我重要的基本权益 包括优关我们是否会缺电 电购不多用的重启核四公投 还有保护我们重要藻礁生态 以及是否会过重一代天然气 导致缺电风险的珍爱藻礁公投 还有有关我们能否及时用公投推翻 政府错误政策的公投绑大选公投 以及更重要的有关你我每天吃得健康 吃得安心的基本权益的反萊珠进口公投 四项公投请都盖同意票 先讲为什么公投绑大选公投应该盖同意票 大家知道吗 2018年十项公投结果通通不如民党的意义之后 民党立赋向修改的公投法 2019年民党政策修改对公投法 煉治我们人民每两年才能重视 现在建政府又说 如果大 teammates 进入中指制不同 建议 Чер Hispanic 第二 民進黨政府的民主 一般要是做過這個 全世界哪一個民主國家 會限制人民 如果有公投的權益 卻有超成兩年 難得又一次 就要做民主嗎 這根本就是民進黨 怕我們人民用公投 一般要分割 來修改的犯法 越來越 民進黨政府修改過後的公投法 限制 公投與大選要分開來舉行 或者在同一間舉行 對我們戶籍跟居住地 在同一個地方的人民而言 可能影響不是那麼大 但是有很多民眾 他們戶籍可能在台南 在高雄 在花園 在台東 但是人在台北工作 在新北施工作 如果公投與大選分開來舉行 他們大選之後要回家這樣一次 公投的時候又要回家這樣一次 不僅花錢 花時間 重要的是 有時候就算願意花錢 花時間 可能工作上嚴肚不開身 沒辦法排出一整片的動作 回家這樣去投票 沒辦法施行一個 作為一個封鳴 應有的舉地 而且對於政府的倒入二年 中途大選分開來舉行 有機會我們 投入了錢 花這些錢 也不是蔡英文主席的錢 也不是增加他的資訪錢 是我們人民交的大費錢 為什麼我們要把瓦倫阿美聯盟 就派退在這種地方呢 所以 不管是基於人民的資本權利 基於節省政府的責任 基於規方政府這個共和裏的政策 所以更及時更有效的規方 都應該支持 分投反大選公投 接著講反萊豬公投 民進黨證明告訴我們 2012年 Codex的標準出來之後 20天 2012年的7月25日 民進黨體力委員田中頂 罩上在立法院起案 告訴我們說 因為國人吃豬肉的圓餅是牛肉的正多 所以政府必須堅持牛豬分離的政策 不能讓萊豬進來 2012年 2013年 民進黨立委 由建國跟民進黨的 人民政府部 一起到埃及整會 他們繼續要求 當時的法英國政府 必須堅持牛豬分離政策 排放了萊牛 但是萊豬還是不能進來 他們還說 萊豬如果進來 總統就要下台 請問 蔡英文總統 現在是不是應該下台了 2016年 現在代表民進黨的台中市參選 國立委族選的林敬儀 跟另外5位民進黨立委 6個人 繼續在於法院起案 告訴我們 因為7成的旅人都轉隊萊豬進口 加上國人吃豬肉的人比牛肉多 所以 要求政府繼續堅持 禁止萊豬進口的政策 2017年 民進黨主席市長林佳龍一陣的台中市 通過了自治條例 進市禁止 要求全市裡面的豬肉 瘦肉精 名解出 不能出現萊豬 請問大家 這些人 都是民進黨的 而且都在空北的標準出來之後 繼續反萊豬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知道 美國雖然說在1999年 讓萊豬做做法案 可以折轉合法上市 但是 美國也沒有做過 做了人體試驗 來證明萊豬對人體沒有害 美國都沒有實驗過沒有害的東西 憑什麼要讓我們台灣人民 當美國的白老鼠 來幫他們做免費的人體試驗呢 而且 美國的萊豬 在2012年之後 還有60%到80%的美國豬是萊豬 但如果去年只剩下 百多之二十的美國豬 還是萊豬 美國人主集中的淘汰 國際萊豬主要一起吃的東西 為什麼讓我們台灣人吃下去 以民進黨政府 把我們台灣人看得出聲音 為了我們的健康 我們拒絕當美國的白老鼠 警察 反對萊豬 我們接受沒有含萊豬瘦的 美豬 但是我們不要萊豬 我們反而是萊豬 不是明天要說的反美豬 接著講 真愛導交公投與重啟合制公投 民進黨堅持2025年非核家園的政策 並且規劃在2025年 有50%的發電使用天然氣發電 可是 民進黨政府從來不告訴我們 天然氣發電 對於台灣而言 需要放進口 用船從海外去到台灣 大家想看 如果發生了戰爭 台灣海峽被封鎖 這些船進不來 那怎麼辦 根據我們經濟部和台電的資料 我們的偵然氣的投票 最多最多 只能夠存 夠十多天的用量 關鍵話說 如果戰爭爆發 偵然氣進不來 過了幾天後 台灣就會出電 沒有電可以用 請問戰爭怎麼打下去 人民的生活怎麼辦 產業發展怎麼辦 我們這個戰爭打不下去 我們還能夠抵抗敵人的入侵嗎 民進黨政府 你們口口聲聲說 你們愛台灣 要守護國家安全 守護國家主權 結果你們就推行了 這麼危險的男人政策 你們到底是愛台灣 還是害台灣 我們新黨 還是真正愛台灣的政黨 所以我們堅定反對這種 過度依賴 正然氣發電的危險政策 我們主張支持中愛教教中投 然後同時支持重啟核四中投 有了核四我們就不會決定 民進黨政府告訴我們 核能發電很危險 但是民進黨政府就忽略了 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 這三座核能發電廠都更老舊 1970年代 1980年代就開始發電 然後中間經過了40年 台灣當時發生過很多大地震 如果台灣真的因為是地震 但就不能使用核四廠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用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 如果核四不能用 那你民進黨一上台 就應該馬上把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都關掉啊 為什麼現在核三廠 核二廠 還要繼續發電 如果核二 核三可以用 那核四當然也可以用 民進黨就說核四的工程 品質不佳 聖金裝車 有很多問題 但是民進黨 你們好像忘記了 核四是1999年開始建造的 而2000年就政黨崩禁 民進黨執政 換句話說 國民黨只蓋了一年的核四 後面連續八年的工程 都是你民進黨蓋的 如果說核四的工程真的有那麼多問題 那請問誰的責任比較大 你民進黨負責蓋了八年的核四 怎麼會把核四搞得這樣子呢 難道是你們貪污了錢嗎 為什麼核四會被蓋得很糟 你們難道沒有責任嗎 所以請大家放心 如果說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可以用 核四廠當然也可以用 然後再講到導致的部分 民進黨也忽略了一個重點 他們告訴我們 天然氣發電造成的空氣污染問題 比燃煤發電還輕 但是他們還沒有告訴我們 天然氣發電會造成嚴重的溫室效應問題 排放很多甲烷 導致溫室效應還平面上升 我們中華民國有一個友邦 叫做土瓦魯 是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小的老婆 這個土瓦魯的外交部部長 他不久之前曾經正在海中聯想 為什麼 他就告訴大家說 他們土瓦魯這個國家很小 如果海平面上升 溫室效應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化 有一天他們的國家會被海水淹沒 大家想想看 土瓦魯這樣的國家 每次在聯合國為我們中華民國仗義之焉 結果你民進黨政府 卻為了你錯誤的非核價政策 拼命的用氫燃氣發電 讓溫室效應越來越嚴重 讓全球暖化越來越快 海平面上升越來越快 導致我們的友邦土瓦魯 會有朝一日被海水淹沒落 這就是你們這樣報答我們有關的方式嗎 你們口號聲說 台灣是國際上負責任的成員 結果為什麼我們國際的氣候變遷的早線的報告 台灣的早線就又比去年再退步了 掉到報告裡面的倒數第三名名列最後面呢 不就是因為你堅持不用我們能發電 拼命的用氫燃氣發電 這樣錯誤的政策 連國際上的專家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為了我們的國家安全也好 為了對永邦對國際負責任也好 請大家反對民意黨錯誤的能源政策 我們要支持珍愛抖礁封頭 支持重啟核四封頭 然後為了我們的健康 我們要支持反來通封頭 為了隨時捍衛我們的基本權益 我們也要支持分頭榜大選封頭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